为了庆祝端午节 杨成龄 贺君祥 王传义 这天特别来到知名大饭店 拜师学包粽子 有位主演的偶像剧 欢欢爱婆的包粽子的好彩头 但都是第一次包粽子 三人一开始连粽叶都不会拿 再把我这样子 等一下 我是智障 等一下 然后 然后 我两个都智障 这弄海虫什么 而敌不住包鱼 干贝 火腿等食材 才的美味 小美是一边包一边吃 连拍照时都不停嘴 你还吃 你不能当主持啦 你可以吃饱 OK吧 怎么用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你适合当吃是吃圆 最后成果验收 杨成龄 王传义的粽子 包的还挺有模有样的 但反观贺君祥 虽然埋头苦干表情又认真 但一拿出包好的粽子 却马上招来笑声 不见了 我觉得你的很外漏 对啊 真的很外漏的一个粽子 肉香 我自己喜欢这种葫芦形 你知道吗 就算是葫芦形 你知道吗 我认同 那包的很漂亮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包的是最好的 没办法是 其实 端午节这天 恰巧也是杨成龄农历生日 不过小时候的成龄 可没因此而觉得非常开心 小时候 其实很讨厌粽子 小时候 因为妈妈要问要买什么蛋糕的时候 那家里家境比较不好 我爸就会说反正端午节就吃粽子就好了 我爸真的他就说 就吃粽子上面插一根蜡烛就好了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很痛很粽子 好难过 对 但是后来 粽子这样插 至于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 成龄话可是说在前头 我不要粽子哦 谢谢 我已经包好了 等一下 有人提议说就是 想献我一下 那我跟你讲 这一秒的感情一定是你亲她的 两个一起 不行啊 他 成龄不喜欢三人行你知道吗 成龄喜欢一对一 不要说 他可以用安全指纹 有个荷叶这样淘汰 好不好 这样他脸比较恶心 我觉得这样不错 我们要 来啦 1 2 3 我终于成龄了 我变到你们 贺君祥以为自己耍炸成功 但没想到 傻儿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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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等你们说傻儿吻 杨艺黄连续没塞 防不倒